毛國主席,我知道做工程一定要有人負責, 但政府本身的架構有兩個層次, 一個當然是總部, 但在地區上分區有很多人負責, 例如拓展處也好,規劃處也好, 很多時規劃地區也很有經驗和資歷也很高, 有時我不太明白,譬如某些地區上發展, 例如東南九龍那些發展, 你的地區是規劃專員或托轉處等等, 他們都可以負責這些工程, 當然你總部也會有些支援, 但那個支援也好,負責也好, 要特別設一個D級位,我是有保留的, 譬如很多工程,我們參考90年代 十大核商工程計劃的時候, 你有一個總體辦事處, 一個十大核商工程, 即是當時有個專責的組去負責, 那我反而會值得支持, 譬如你的十大工程也好, 再加上郵輪碼頭, 其他的東西也好, 你說涉及到這麼多複雜的東西, 我有一個總體辦事處負責統籌協調, 因為有時很多工作, 是部門與部門之間, 局與局之間協調問題的, 譬如金納威所說, 你路政處又怎樣呢? 其他的部門又怎樣呢? 所以你說獨立設一個D級的部門, 又是負責一個的計劃的話, 我覺得你都不知怎樣畫條線, 你跟著很多工程正在來, 你說豬澳又正在來, 你一人間那個十大工程逐個來, 怎樣呢? 你每個工程開一個D位嗎? 你究竟怎樣畫條線呢? 所以主席, 這個問題未談好之前, 以及整體那個架構未想好之前, 我對話要通過這個, 我是有保留的。 你不知為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